大家好 我是金探號星球橘橘 大家都大概知道我是畫插畫的人 但事實上其實我是一般的上班族 那插畫只是我私底下 就是自己想要出來玩玩闖一闖 今天我要跟大家交點分享的主題是 金探號星球作弊計畫 是 剛剛有簡單的跟大家講了一下 那當然就是現在要快速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自己從上就很愛畫畫 國中美系班 高中美工科 大學 就是念多媒體設計系 所以整個就是科班出身的人 但是畢業以後我就不知道我自己要幹嘛 所以我就去了公關公司上班 去網路公司上班 去當演員 去當主持人 去廣播圈主持節目 去科技公司工作 或是去餐飲業專盤 洗盤子 然後或是做咖啡 做飲料等等之類 甚至我還去了澳洲學學打工 那去年我還領到了文化部的補助 去了法國 參加一個設計師的工作坊 那現在呢 就是因為做過很多工作 就發現很多其實是根本不適合自己 然後自己一直勉強自己要去做到那件事情 後來就發現還是不行 所以現在我目前是在文創圈 然後一般就是做藝術行政 私底下的時間就來做創作 對 怎麼按下去 欸 What happened 好 再來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呢也是焦點分享的時候 遇到一個夥伴 然後他呢就自告奮勇地跟我說 他可以幫我做這段影片 就還滿開心的 然後這是我在冰藏管理處 今天我們來到 今天我們來到 這裡是 台北市冰藏管理處 這些局呢 然後這些話劇就是要在這段影片 你也不太知道 你還是有這個機會 就要做這個挑戰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又幫忙什麼樣子嗎 Yeah 這就是當時 就是當時受邀到冰藏管理處做一個場面的創作 然後我畫了以後才發現說 原來我的畫客 可以讓帶給人感動 因為去到現場呢 可能是剛失去親友的人 然後他可能去幫他辦一些後事 那所以就 就透過我的作品 帶給他們一些感動 一些溫暖 那我就覺得 喔 原來我的創作可以這麼的 欸 我一直按到什麼 對 原來我的創作可以帶給人一些不一樣的改變 所以我就 開始執行了這個作弊計畫 欸 我要按下一頁一直下不去欸 好 你幫我按好了 下一頁謝謝 然後就是因為畫了內面牆以後 就開始執行了這個作弊計畫 那我也有去 上次七月份的時候 有來做教練分享 也是認識了這裡的實習生 然後他的朋友 剛好在宜蘭的民宿做打工換宿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 你要不要來試試看這邊 我們在宜蘭有一個民宿可以畫 所以呢 我就在這個地方 就用時速交換的方式 就在這裡有一個通往天台的睡眠 我畫了一個 驚探號星球海底世界的一個 海底隧道的一個感覺 就覺得還蠻酷的 原來我可以用這種方式去 各種地方去遊玩 對 下一頁 欸 我按到欸 好 然後呢 今年十月份的時候 我又去了一趟雲林 找我的朋友 那其實我也只是去玩而已 然後我們就騎著摩托車到處去跑啊 到處去走啊 經過了一個地方 他這個地方很特別 上面就寫天下一家老兵居 然後這個老先生呢他就走出來 然後我們就開始聊天聊聊聊聊聊聊 然後我朋友就跟他說 這是台北來的藝術家 然後他就很開心 然後他就說 欸啊 這邊有一面牆 你可以畫一下嗎 然後好 就剛好我包包裡面就有畫劑 然後我就開始拿出畫劇來 就畫了一個老兵居 其實他跟我們分享很多他92年來所有就是的故事 因為他已經92歲了 他是92歲老先生 所以我也覺得這趟旅程也很酷 我只是去找我的朋友而已 然後就認識了一個92歲的老先生 我們就變成了好朋友 然後我甚至在他的家裡面作弊了 所以就覺得哇 原來我作弊這件事情可以發展出這麼多不同的可能 欸欸欸 又不小心按到了 下一個 然後再來今年呢 因為我的計畫是比較希望呢 可以偏向在公益單位或是公共性質的場域或空間去做這樣的創作 所以今年呢我就跟 應該說今年8月還是9月的時候 我跟陽光基金會 就是有受邀當演員去拍了一支廣告 就是陽光基金會的廣告 那我就認識裡面的人 那個裡面的人就說欸 我們陽光交戰辦公室也可以來幫我們畫一下嗎 所以我說真的可以嗎 然後我就去了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是一個有點狹窄的地方 所以 而且是他們可能放東西或換衣服的地方 所以我就畫了一些 就是上班要加油啊 然後今天工作辛苦一天了好 好棒 然後不要忘記微笑這件事情 或者是畫一些就是跟他們工作上 可能是他們在交戰或是洗車的一些畫面 然後還有打卡 幹著打卡的畫面 就希望說透過我這些小小的創作 讓他們可能在更衣師換衣服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小小東西 讓他們可以在工作上更愉悅 然後有一個會心理笑的感覺 然後這一次呢我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七月份來這裡分享的是 時候還沒有想到作弊計畫這個主題 我只有跟大家提到我想要畫牆壁 然後因為可能小時候家人就說 你不可以畫牆壁啊 你把家裡的牆都弄髒了什麼之類的 就一直給你否定 當你長大的時候就很想要去畫 然後所以我就稱之為金炭號星球作弊計畫 那目前我已經在這八個地方已經畫了 畫了很多很多可能有早午餐的店啊 義大利麵啦 甚至跟街角域台北街角域間設計的都市 寶藏岩都市像我們客廳做一個連結 那也有在咖啡廳裡面創作 那也有去民宿也有跟他們老兵居 還有陽光加油站 就是已經畫了這八個地方了 那我就開始想接下來我還能做什麼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去 去畫牆壁 就覺得哇 我好像有點孤單 就是都我自己一個人到處去跟人家談 然後到處去接這樣子的創作的case 那我也沒有收很高的費用 可能也是交換的方式去經營 那就這裡的話是我的一些就是作弊的基本的說明 就是大概就是說 我就是沒有打抄告啦 那因為我們地球人的視覺機制 還看不到金碳號星球的色彩 所以是沒有顏色就看黑色線條 然後就是大概一些作弊運動基本的虛知 那我現在就是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想要把作弊計畫做更大 然後讓更多人一起加入我 那但是我又沒有就是有點平靜 就是也沒有任何的想法 所以我現在想要在這邊歡迎大家 就是無論你是有牆壁想要提供給我們 或者是你也想要一起來畫畫 那或者是你有其他結合的方式 都歡迎你來跟我一起討論 那如果呢 下一頁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或點子 歡迎搜尋金碳號星球人 就可以找到我 然後我也有自己的個人網頁 部落格還有粉絲專頁 所以今天就是很希望 就是透過這一次的交點分享 然後可以有更多的激盪 能夠認識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歡迎來跟我一起分享 你的想法或點子 謝謝大家